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在2005年开始办博客 当时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个网站上办了博客 后来又在另外一个网站上也有两个博客 大概在一年后这两个博客都被关闭 之后我又开过一个博客也被关闭 后来我就在博客就设在服务器在美国 然后我继续写博客 但是在中国境内的都看不到 因为被屏蔽了 所以一直到这些情况非常的漫长 一直到2008年我的博客又再次被中国的黑客给攻陷 然后我又重新又开博客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漫长 一直我从05年到现在的这个博客 这么多年来就是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的博客到现在为止也只是说在中国是被屏蔽的 需要通过一种网络的技术 比如我们这边叫做翻墙才能看到我的博客 另外我自己试的也没有自由 就是说看不见的西藏 就是说我通过我的写作我的文字给大家讲述了一个中国官方 他被中国官方所掩盖的一个西藏 也可以说是讲述了我所知道的真实的西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而在中国的话说真话是非常政府是不高兴的 所以尤其是讲真实的西藏的话 那中国政府那他是非常老陆的 很生气的 所以就这么加做 同时了 北京的国报又希望我回到拉萨 也希望我不在北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很多的交涉 我终于非常艰难的最后回到了拉萨 但是现在拉萨的情况或者说整个藏力的情况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因为有很多的藏人制粉 这个到8月27号为止 已经有56个藏人制粉了 这么多的藏人制粉 56个藏人制粉的藏人当中 在境内的就是53个藏人制粉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没有谁愿意 就是把自己给烧死了 除非是就是活不下去的这样的情况下 才会到了这个 才会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抗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是藏人以制粉的方式表达抗议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政府 他同时以很高压的方式来进行 他的一种叫做维稳 他现在叫维稳 就是维护稳定 进行一种非常严厉的高压 所以在现在来说的话 藏人现在在西藏的话 是非常非常不自由的 是 我现在大概出版了十多本书 十多本书里面 其实在中国国内只出版过三本 在出版过三本之后 这三本书里面 其中两本都已经被禁止了 被禁以后也不允许在中国国内出书 另外我写的文章 那些也不允许在中国国内的杂志 或者是报纸发表 那我是用中文写作的 我用中文写作 我的读者群应该是 以中文读者为主 那在中国国内不能出版 我的书这个对我的影响是 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好在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个中文的 有一个中文的世界 还有一个中文的世界 那就是台湾 在台湾 我的书就是 后来的书都是在台湾出版 虽然就是说读者 读者面没有像 中国国内的读者面这么广大 而且影响也不够像 中国国内的这么影响大 但是啦就是说 幸好还有一个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中文世界 使得就是说 像我的写作啊 我的通过文字来发出的声音 还是能够传向 很多人的耳朵中 是的 我自己是非常的 很感动 有这样一个机会 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向 美国匹斯堡的听众 这样的 谈些我的个人的感受 我个人的见闻等等 和谈些我个人的经历 那当然我 因为我没有护照 所以我也不能去美国 我虽然有 一直有好多个机会 有机会 就是有去美国的这样的机会 但是都是因为我没有护照 我也办不到护照 所以我不能够实现 我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今天 我只是非常的 就很感动有这样的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这些我不认识的 陌生的 但是关心西藏的这样的听众 说些这些话 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所以了 我的唯一的一个希望 就是说 希望世界 很多的人 能够就是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西藏 关注藏人的近况 我想读一首诗在这里 这首诗我也是用中文写的 是写于2007年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一张纸居然也会变成一把刀 一张纸居然也会变成一把刀 而且比较锋利 我只是想翻开下一页 右手无名指的关节 却被刮伤了 虽然伤口很小 却也伸出湿湿的血 微微的痛 让我暗暗惊讶 这一蜕变 突然之间 名指也变成刀 这需要怎样的失误 亦或怎样的契机 才会发生 我不仅对着 平凡的指 肃然起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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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 那 那